1月...今年的1月10號 有一個很重大的法案就是修法通過 就是勞基法的修法 那我們選舉有時候要去看那個 立委過去的投票的狀況吧 那有一個很重大的法案就是 勞基法就跟我們大家相關 那過去我們可以在立委投票指南 或者是選舉的環境去看 那資料很多大家看的很累 那如果你不想關心太複雜的事情的話 其實我想說就是 這麼大的1月10號這麼的時間 特別加個完蛋來紀念它吧 就感謝立委投票指南 公共選舉環境提供資料 然後下個禮拜應該表決資料就會出來了 出來後大家只要在這個 郵地區號輸入你的郵區號5碼 或者直接直接會心定位 我就會告訴說你的選區的立委是誰 然後投了贊選與反對 那允許兩年後選舉 你不想太麻煩 你可以看這個表決的內容來決定要投給誰 謝謝 那應該是公德院不是自動負債 因為公德院玩土妹宿舍走了 哈哈哈 阿B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